昨天一條片是講摩連盧和曼聯 掀起了比較多的討論 當然越多討論我是越開心 我昨天一條片其實沒有講到哥迪奧娜 但也有人在留言上 拿哥迪奧娜出來再跟摩連盧進行比較 當然講到這兩個名稅 比較起來是有排講的 如果由戰術運用臨場部署 去比較他們兩個的話 我相信是很花時間的 因為很難真的計好分 不過如果要省些時間去比較他們 可以在另一個角度入手 而這個角度就是執教的理念 如果兩隊球隊同樣去找他們兩個教三年的話 我認為去找哥迪奧娜教三年的其中一個動機 就是希望他在清分上面給一些意見 也就是說如果他在清分上面 是一個不錯的理念可以交出來的話 是可以幫到你未來三十年球會的成績 或者是路途的 但是反過來你找摩連盧過來教 他真的只是給你三年的成績 之後其實他是會走的 我講到這一部分 無可避免地也會有人問我 那你是不是哥迪奧娜的粉絲呢 我在這裡可以再一次為大家解答 我並非是任何球隊的粉絲 也並非是任何教練的粉絲 其量我就是喜歡托迪 我就是喜歡朗拿道 但是現役的所有人 我都沒有偏幫的 尤其是去年說到哥迪奧娜 他執教曼城的時候 我多次批評他 而批評的次數也不下於批評摩連盧 而且我差點說他是傻子來的 因為他強行在曼城那裡 是執行黨任務又沒有成績 去到熱刺那場賽事 我就說如果他同樣是要強行執行黨任務的話 我真是直斥他是傻子來的 幸好他就沒有這樣做到 那你也會問 為什麼何榮你這麼崇順主公呢 為什麼你對每一隊球隊的建議 都是希望他們可以主公呢 那當然啦 因為我希望每一隊球隊都有機會成立王朝 而王朝的成立其中一個大的關鍵 就是你懂得在對弱隊的時候進行主公 因為對著弱隊進行主公 除了是可以贏到球之外 還可以省到體能 省到體能的時候去到歐聯 你對著強隊就可以進行假對攻 或者穩守反擊兩套戰術 所以我多番建議曼聯其實都是需要有主公的能力 因為我是很希望曼聯是有王朝回來的 我也都是深信 曼聯的球迷是一定非常之有大志 他一定是希望曼聯是有那個王朝回來 而不是只是摩連奴過來搞三年 有回一兩年的冠軍之後就再自身自滅的嘛 你有沒有見過摩連奴是可以品嘗到一次歷時五年的王朝發生 沒見過嘛 但是你可以說他走得快 但是你又要想一下他為什麼要走 就每一次他在高峰期的時候都是要走的 因為他明白 球隊在高峰期過後一定回落 而原因就是球隊的年紀佔大 他知道回落了之後他就要搞根深換代 搞清分、搞育成 而這方面他是最弱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可以長留一隊球隊 講到這裡也會有人問 那你是否真是很討厭摩連奴 講到摩連奴 我記得在2012年的時候 他教皇家馬得利對著巴塞 試過有一場賽事真的令我嘆為觀恥 當時巴塞最強的地方就是禁區頂停了球 這樣就能夠給一些漂亮的直線進去 給一些綠葉插進去 防不勝防 任何球隊都是苦手清純的 直至摩連奴出現 他真的把重點看得出來 他知道禁區頂就是福地 他不讓巴塞進入福地結果 他是把防線強行盲目地拉到中圈附近 即使巴塞是拿到控球權也好 這個皇家馬得利是不會縮下去的 死都把防線留在中線附近 結果巴塞猜來猜去都在中圈附近猜 嘩!真是很高創意 完全沒有人想過在人類歷史上 在足球歷史上 都是得摩連奴 前無古人 甚至可能是後無來者 在那時候我是讚到他非常之厲害 因為真是高創意得緊要 這個舉動其實是很值得令人佩服的 因為真是無中生有讓他想到一些東西出來 雖然這個防守方法是很容易突破的 只不過你斬高球下去 就是找一些快的衝下去打身後 其實就是被人摺回頭打反擊的意味 但是當時的巴塞是不會這樣做的 當時的巴塞只會在禁區頂主攻 所以當時也是令到摩連奴 可以完全拿起了巴塞最強的那一環 也令到巴塞沒辦法破到他這個防守方法 當然王家馬得利拿了西甲冠軍 不過話雖說回頭 你不是有一隊那麼厲害的巴塞 都激發不起摩連奴這個潛質 所以其實摩連奴有這麼厲害的創作力 你也要多謝巴塞龍拿 好了我要回答的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如果普巴真的不是在曼聯尼 踢AMC的話 那就是我昨天的立論是沒有意思 其實是不會沒有意思的 因為所有事情都有個危機性在這裡 雖然普巴他踢AMC的機會率 我們不知道多少 但是即使小到多少都好 我都有責任先去警告大家 否則的話 就有很多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 你完全沒有防範 一旦普巴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問題發生在哪裡 那當然啦 如果真的普巴不是踢AMC的話 那當然會好很多 但是我的重心也不一定是講曼聯的 同樣的情況也都可以發生在其他的球隊 或者未來的足球比賽之上 如果我及早說了這些東西出來 那到時我的聽眾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或者看球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更快的觸覺 可以知道有什麼事是會很快發生 也令到我們在看比賽的時候 腦袋是可以玩到更加多的東西 而不是一尾叫一尾等入球出現 即是我覺得如果看球只是這樣的話 就比較悶一些的 我認為新型的看球方法 是要多角度和比較大的深度的 講起曼聯 講完他們的轉會情況 我多次講過 他們的真命天子 就是國際米蘭的克羅地亞 易鋒佩利石 他來到就可以令到曼聯有兩套戰術 對著藥隊的時候 都或者還有些辦法 但現在講到佩利石的叫價又去到55M歐元 曼聯始終可以出到48M至50M左右 為何曼聯差了一點都不肯比呢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用了1.64億歐元 也就是說如果要買佩利石的話 就會過兩億 不知道會不會犯了歐洲足協頒布的 就是財政公平條例 而最近傳出國際米蘭 希望和他續約也都願意 將他的年薪由250萬歐元 調升到400萬歐元 也都成為了 就是隊中第二高薪的球員 僅次於恩卡迪 如果曼聯買不到佩利石的話 其實都要再想一想 是左右兩邊翼的位置的問題 由於他的隊裡是沒有六頁球員 找不到六頁球員就沒有辦法拉邊 沒有辦法在主攻的角度上 就有人插進去 這件事真的對他們對弱隊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如果每次對著弱隊的時候 都好像上一季老鼠拉龜的話 聯賽是真的完全不樂觀的了 你說到杯賽方面 摩連盧是灑加少少的 如果真的不會用普巴踢進攻中場的話 他們的反擊是會比較好些 而我對於曼聯最佳反擊的陣容來說 我希望普巴還是放下一格 當然就是不要出飛蘭尼 進攻中場的位置 其實馬達、麥希達恩 哪個狀態好就上哪個 而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盧卡古一定要在反擊的路途當中 是做到一個支點的角色 就好像上季祖雲達斯的希古恩 現在的是利物浦的費明盧 或者是以前利物浦的巴路士 以前AC米蘭的恩沙基 或者舒富震高 這些球員除了速度快之外 其實他們都在一個支點上 有不錯的操藝 在一個反擊未形成的情況下 那些球是去了你 你一定要把球頂回來 不要自己衝過去 你一支箭飆過去 你自己搞的話 就最多可以單刀的 你幫不上隊友 但是如果你頂著那個球 不要給他 就是漏了下去 就是前場的位置 你頂著出來 等一些後上的隊友 衝上去 你再給一些直線 或者橫傳 二傳給他們 是有機會壓到上來 尤其是AMC是面倒向前 你幫到他 就是看到前面 例如福仔 或者馬斯亞 是走了 再比上去 就好像以前國際米蘭 就是大米在前面頂著 再找到這個 就是史尼積達回後 史尼積達就見到 伊道奧走了 就給一個漂亮的直線上去 其實國際米蘭就是這樣 打贏了車友士 結果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好的反擊套路 千萬不要重複 就是上年曼聯的反擊套路 就是一味 靠球員自己推個球上去 你的球是靠全球一定是快過 是自己一支箭地推上去的 一定是不夠快的 希望就是萬聯在這方面 是有一個蛻變 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在歐聯的角度上面 都叫還有一些希望的